很辛苦 每一天都在想如何把孩子推進市場 這一批說實在也是我們計畫中 第三年應該要結果的一批 一場一場來 我也不想設定孩子是說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不過我是覺得打好每一場球 一定會達到我們的目標 我希望他們會要從防守做起 有盾我們才有毛 對我們有手起來我們才有弓 把防守當成我們要進攻的基礎 我相信他們會更棒 大家很開心 而且很興奮 前兩年就一直在想的事情 就是今年就是達成很緊張 然後就很怕說 可能就是比賽過程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現在開始就會想 然後所以就是非常緊張 有在跟學妹講 就是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沒有在那個場地打得過去 拿出比就是把牆還要更積極的那個派遞 去面對這兩場 畢竟也是高中最後兩場球 然後我就是會把那場盡力就是做好這樣子 這三年以來都是我一個人 這三年以來都是我一個人 所以球場又要半黑臉 私底下又要半白臉 好像有一點點 孩子沒有辦法去跟我談到那麼深入的東西 他們會 沒事老師我沒事 那從去年的五月 對 因為比完賽了 我就有跟 我有跟曾慧雲說 我有跟小黃老師講 我說不行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姐姐下來 不然我一個人沒有辦法去 去面面具到這些孩子 皮皮跟浩宇這兩個孩子 很有經驗 那我也很放心 所以要很放心的讓他們去主導 那我是會希望這些孩子 去跟姐姐去做溝通 對 那讓姐姐當一個中間的橋樑 來跟我講 這都OK 只要為球隊好 什麼事都好辦 有壓力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還在放假狀態 因為我們那個練戰完 然後我們發現還在放假這樣 哇 要回來跟著練習 但是我們又是新生兒 又不知道說我們該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老師教了我們很多東西 然後怎麼去跟小朋友磨合 或者是什麼樣子 因為老師常常告訴我 他當壞人我們當好人 我們去把小朋友的關係 把他拉攏拉近 因為其實一直跟他們講說 其實不管你在球場上 跟私底下或者是外面 你的上頭一定會有上司 講話可能會比較嚴厲一點的時候 小朋友可能沒有辦法消化那麼快 我們會講說 你可以從這邊進 這邊出 但是你們要聽得進去 為什麼 因為老師是為了妳好 而不是說 因為討厭妳 而責備妳 其實我蠻抗拒的 因為我從球員開始 然後漸漸的有到運動生涯尾聲 然後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自己會帶對這樣子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是球員 就是距離感可能也沒有那麼大 再來就是引導式的方式吧 因為我們都會一開始說 沒關係我們就是姐姐 我們就是家人 我們可以彈開來說 我們不敢說的話 不敢跟老師說的話 你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做之間的橋樑 大致上我們會這樣子引導的方式 然後帶他們 其實從小我就是穿這個品牌長大的 我第一次穿亞瑟斯是去到日本 社長拿著鞋子過來 一雙一雙讓我們套量 超有誠意的 那這個品牌就是從我們大黃黃老師 到小黃黃老師 對到現在我們也都是 一直以來是這樣 你看多久了 一夾子了吧 應該有吧 因為大隊也都是穿亞瑟斯的 那個球衣 球褲 對 那我們就說好 那就小隊也一起來 對 那很感謝他來贊助 對啊 讓小朋友有一整套的訓練服 比賽服 對啊 這個東西我們都不用煩惱 全力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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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